這個節目就是馬後放炮 馬後炮是兩個解釋的 一個就是你馬後炮 有了賽果之後你才說話 誰都會說馬後炮 這個馬後炮就是馬後開炮 開炮是對什麼人呢 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 最有錢的就是馬會 特區政府是不受約制 但起碼有一幫議員在呱呱吵 有些傳媒 馬會是完全不受監測的 他現在有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馬後炮這個節目 當然我們都會選擇一些長次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有兩個八檔 他們是專家 我就插拳打穩 我也會說說 MyRadio全新賽馬節目 馬後炮 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回到第二節本到最前 我在這裡先道歉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有一位 來自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想打我們的封煙 但其實因為我們要用Skype 要打回來給你 是做不到這件事 不好意思 你有些什麼你想說的 你可以在我們留言 在文字上留言 我會回覆你的 我會回覆你的 因為剛才我們遇到的時間 其實可能是Type 了一點 我盡量Cover 今天要講的項目 剛才我看到余先生 不如我這樣說 雙門語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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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合理的 不過是有少許樂觀的 我覺得是 202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不知總統選舉 我所認知 好像 因為有部分參議員 和整個眾議員 都是2020 選舉列換 因為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沒有找回 美國的參議員 好像有三分二次 跟總統過選舉連選 另外好像國會 是不是 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 有任人的機會 真的有的 所以一定有些人 有部分人面對 下年就有壓力 所以真的會 但有些人可能 壓力不在下年 會不會出事 這個就要拭目以待 不過我自己都認為 那個民主人權法案 原則上是穩陣 不過你說是不是 馬上勢如破竹很快呢 我相信 他立法程序也要時間 我相信 也不會 中共或者 中共收買的人 不會輕易放下 所以大家要用一個審慎和 審慎樂觀的 好 今天繼續 就是 因為每一個州都好 就算每一個州 你選參眾議員的時間 如果是要再選過的話 都很視乎 那個candidate 自己本身 就是澳洲的聲望 那樣東西 或者最近有沒有醜聞 那些 有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 不是那麼簡單 那就是 Soloman 他就 什麼的 那就是 他落官 他也說 他說 中共派出這個暴徒 襲擊這個香港市民 而香港警察 就走旁觀的時候 只會令到更加多的 美國眾議院 和參議院議員 共同 去支持這個法案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 你正在給我們子彈 你越是打賊 香港人的話 我們就越是有強烈傾向去做 這是他的說法 不過現在中共 都很賭徒心態 超恨心態 真的拼大帽 其實他也看到 在香港 那個 反自由派 他形容為 反自由派 的人 是很 很心急 已經是熱窩上的螞蟻 你看葉劉 他說話 說到 Bullshit 說人家是 因為他女兒在美國 他女兒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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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胖 我記錯了 他很胖 所以他真的 他真的牛薑 真的牛薑 想起都開心 他們已經很生氣了 尤其是民主黨 如果美國民主黨那些 喜歡管外面 美國外面那些 那些 那些景象 他們跟我們一樣 都是很生氣的 這裏回應我們有個朋友 叫Paggie Paggie 筆下一次 已經跟我 很嚴重地表達這個 他很害怕過不了 其實也很大機會會過的 我想是 可能一來 這樣說 我覺得對於 國際 美國的正程 既不需要悲觀 也不疑 盲目樂觀 可能上個禮拜有些悲觀的 消息 有些最訊息 在那裏登一登 那是登一登了少少 是會登一登的 有一點登過 登過 100%通過 那現在可能不是100% 可能跌到 我猜大比數 應該是大比數 而且都是照鏡 你看到誰投票反對 另外一件事 今天我是盡量報喜不報憂 因為這期太多 令人很沮喪的事 那些生氣的事 我留給他講 他比較出色 說這些 Anyway 有一個美國的 一個著名的雜誌 叫做Atlantic 他就提到 Marco Rubio 另外一位中堅分子 去推這個法案的 靈魂核心人物 大家一定要認識這個 Rubio Rubio在近一段時間 是為香港做很多事情 是 這個一定要大家留意 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個雜誌 以以下的文章去形容 香港的情況 他說 David to China's Goliath 他說 好像聖經裡面 大衛王小時候 拿著一個Sling 跟巨人哥利亞去決鬥 那個情況 這個 過去泛民經常用來自虛自來講 但事實上沒有一次打低過 我告訴你 但今天真的 今次真的有機會 今天真的在做這件事 真的嘗試做這件事 他們很清楚知道是要做事 但他們自己也很擔心 就是這個 無論他們計劃去做些什麼 他們擔心 他們擔心 是他們擔心 他們怕那個立法程序 要長時間 可能10月中 甚至乎更長的時間 而中共在期間 可能已經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如果大家覺得我是太樂觀的話 我不是的 這些位置我很小心 他們沒過法案之前 這段真空的時間 或者這段大家在等待的時間 是最容易出事的時間 因為他們那個雜誌 他們拍到之前的人上美領 上美領的時候 就拿了星條旗出來 唱美國國歌 唱美國國歌 那些什麼 他們覺得是很清楚的了 那個訊息是他們覺得 就是香港人 仍是look up to them 仍是覺得這個 美國旗是代表一個 一個自由的象徵 因為他們連自己都不相信 是的 他們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美國是 因為他們本身積弱了太久 他們自己本身積弱了 加上美國裏面有很多左膠 還有外國的示威 很多人燒美國國旗 不是啊 他們自己都燒美國旗 美國自己的左膠 都燒他們在家 不好意思說 那邊LGBT染了頭 那些橙青的那些 那些是最喜歡燒美國旗的 他說也肯定證明了 香港人還是對他們有期望 所以他們也很感動 他們也很值得 因為有一件事 大家就這次 一個適合一個時機 因為有人會擔心 你舉止美國 其實是否 美國人會覺得 你將不關他們的事 拖去下水 其實美國真的不是這樣看的 我見不到 美國不是想 不是覺得你想拖我下水 而是覺得 他覺得我很想做 還有我覺得做得不夠快 沒有去持份者 他們知道我根本是這次的持份者 我應該要做事 他們是有這個想法 那就是好事 我想在這麼 這麼慘烈的時代來講 這是一個好的消息 還有之前新疆那個 新疆那個 類似的法案 過了 過了之後 如果香港將會過到的話 每年都會去查一次 香港或新疆的人權的狀況 就由國務卿向國會去陳述 那個報告 如果你在蓬佩奧 在美國的報告 蓬佩奧 在他的嘴巴裡 你怎麼會放生你中國 大哥 他嘴巴也是一擠擠擠擠 他真的每一個字都是劍 你中國的狗狗 他和彭斯兩個 有哪一天 但是哪一天 是對你中國客氣過 當然沒有 Mathis說的話 反而小心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很劈的 真的劈的 大哥 Marco Rubio 也樂觀的 對這個法案 過不了的話 始終他推 所以他這麼說 他預計在十月中的時候 他說是預計一次通過 我猜是大比數 對於是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繼續支持 支持 大家可以去他的Twitter 留多些言 給他多些資料 給他看 但是不要太過 不要太過搶 不要太過搶 你都要學 現在 今天大家接觸美國 就要學習 了解別人關注 其實他們 之前 他們的Twitter 全部都是對於 佛羅里達那邊 那些風災很擔憂 他們是很忙碌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去慰問一下他們 而且今天 他們就會關注 沙特亞的那個 石油設施 被也門 但應該是實際 伊朗襲擊的問題 他們關注伊朗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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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是誰 所以 都 都 賭到很大 兩邊都 你 中共 一定是不放過香港 美國一定會 一定會 大家都賭到很大 因為 對於美國 他覺得 他知道 中共 在推動一個 極權的模式 向全世界 美國很害怕 如果今天不理會 將來 會成為一個 被孤立的 民主秩序 所以 為什麼美國人 會動手的原因 我分析給大家聽 是有這個 因素 他們怕 今天我不照顧 有些人 被吞了之後 最後剩下我 怎麼辦 所以 大家不用太過悲觀 不過 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 香港的介婦女聯合會 協進會的主席 賭王 何鴻生的二房獎女 何超騎 還有 美心的集團的創辦人 尖德的獎女 在五熟清 去了柔環牙 就是 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第四十二次會議 就去唱衰那些示威者 就說 那些示威者 搞亂香港 搞到他們沒有錢賺 最好笑的地方 為什麼我要提這兩個人 因為在他剛剛發表完他的貿論之後 美國就立刻 隨即公開一些機密的材料 揭露 何先生 和黑社會的聯繫 廖李老美長達四年的調查 七十幾頁子的細節 你還不主動到你 這個資料 就是在 維基解密的 我今天做評論 只是告訴大家 美國的情報系統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情報系統 當然也是非常之嚴密 在香港 中共是非常之嚴密 不過美國 是更加 是暴露了你這麼久 而且 他還要選擇 在這個場合 他才去說 其實美國都不是 不是省油的燈 一定的 還有最好笑的是 別人去到港人權理 就去講錢 他說什麼 賺少 什麼 萎縮的七成生意 可能去年幾 大子宮萎縮 這些真是醜到曉喬 好 還有很有趣 我們推出003A的譜 哥倫先生說了這個說話 這個論點 近期在華府 據問是很流行的 如果我們幫忙在香港 搞定香港的狀況 幫助香港的示威者得到自由 其實最終 他的說法 他們覺得 搞定了中國 free 不一定是解放的 搞定 OK 如果那個衝擊 香港搞定了 的話 衝擊到中共的時候 連帶美國的其他敵人 包括伊朗 包括北韓 都可以間接處理 這一段 我覺得 反而不要看表面 這一段 有一大 裡面很深 但是 是有悲一起的 悲才說不好 其實你的邪中國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相信 他今天怎樣也要跟你捏死香港 對 這個是決鬥的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香港這個問題 很難期待 中共會放水 一定是捏死 他們跟你捏死 所以還有人想著 去求中共 放過香港一馬 那些 不用想 不用想 收皮 大家不捏到最 大家不捏到行 都沒有機會 但是有一個 對中共來講 更加大的悲劇 大家看Priority 伊朗和北韓 是放在中國後面 就是說對美國 至少這一位 應該是一位教授 我記得 他們國家實戰來說 其實他們不會先花時間 處理北韓或者伊朗 才處理中國 是你要處理中國 國防部長 已經定性 將中共定位 是首要的Priority 所以我聽 就是說 因為 因為中共 似乎都是 不停地 資助伊朗和北韓 去想著這兩個 煩美國 美國要顧著對付它 兩個就不閒對付它 這個想法 已經失敗了 就這麼簡單 之前 你之前在霍爾木之海峽 發生的那些 激浪黃機 那些什麼 特朗普都沒有立刻去 沒有立刻搞伊朗 人家的先後輕重 分得很重要 很清楚 說到聯合國下屬機構 開除中國提名台灣代表 成為主席的這件事 我們先出來 我們看這個004的圖 這個世衛組織 其下一個組織 叫做國際醫療資訊協會 8月期間 將這個大陸佬的資格 除了名 決意由台灣的AI 即人工智能的權威 這個叫做李友尊教授 李友尊博士 出任這個協會的主席 不要小看這件事 首先有兩個問題 大家會看到這個情況 就會想到 第一 聯合國一向不是中共把持的嗎 為什麼中共這次可以被人 踢走了呢 主席位 這個是協會主席的位 為什麼會進入台灣 還有這個是一個AI的權威 AI是關於醫療什麼事呢 這裏之後就會慢慢告訴大家 這個協會叫IMIA 國際醫療信協會 現在去找了台灣的代表 其實是北醫大醫學科技院院長 萬方醫院皮膚科主任 就叫李友尊 李友尊教授 李友尊就來自台北醫學大學的醫學系 曾經去過美國深掃 就得到這個醫學資訊博士學位 就是Informative System 不過是for醫學那些東西 回到台灣之後 就擔任這個資訊主任 目前也是北醫大醫學科技院院長 和萬方醫院的皮膚科主任 帶領他的團隊發展這個 醫學界的AI技術 有什麼醫學界的AI技術呢 就是這樣的 原來他很早就已經做 台灣的醫療 大家都知道都OK正 其實他很早已經做了電子病歷 人工智能決策支援系統 醫療大數據 影響辨識系統 雖然你聽到很多AI 但是為什麼他會進入這個位置 還有他開了一個APP 我們出005那張圖 他有一個APP 叫智能達人 智就是一粒麥的智 你拿一個APP 對著自己的臉 有一粒麥的位置 拍照 他那個APP 自己都很準確地告訴你 究竟是麥還是癌症 可以幫到很多人去 很早就發覺那個情況 就可以早些去治療 為什麼他可以突破這個大陸的打壓呢 這次原來就是有這樣的內情 我剛剛已經悶話說完了 現在一氣肉了 原來中共在2017年 我先出來先 中共在2017年主辦 這個國際醫療資訊協會的世界大會的時候 原來那個開會的地點 即是岸岡溝溝自己 樓絲不花就改了四次 即是叫人來開會 但地點改了四次 搞完之後 還要很多 搞這個會的費用 很遲都不結帳 拖了兩年 都沒有下文 於是他們 在8月再在法國開會的時候 就生氣地 踢狗下去 接著就找過台灣的教授回來 因為少了中共的反對 所以就 就過了 同樣都是人工智能技術 台灣是用來救人的 但是中共呢 就是用來做這些監控人民 就是捉人打人 那些這樣的事情 這個就是兩個國家的分別 就是在這裡 趁了一點時間 又說一些開心的事給大家聽 那些本地開心的事 我們出一條片 我們出001的那條片 這個就是 大家可能都看過 就是沙田 新型主廣場 對出的時候 昨晚呢 就有這個 一對的男女 就是廢老廢婆 就被人拍攏著 拿著把刀 你老美在這裏 在這裏斬救人 那樣 就是他可能不敢抵得 別人在這裏唱 唱歌 又要企圖葉武揚威 車牌被人拍到的 就是NT65815 你開出來都不介意 我告訴別人 OK 好了 那就被人脫走 出回來 被人脫走之後 於是呢 就有一些熱心網民 就認識他那些 就知道原來 他很出名 他叫做阿May 他的名字叫陳美英 陳美英 住在這個 你留意一下 不要說出來 住在全都山村 在家樓下 開大牌檔 那就是一個老千來的 據聞呢 據聞就是專攻這個年輕人 還有跟著 我覺得有點流流的 他這樣的專攻 我們看007那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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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老闆 這樣可以困那個年輕人跟你睡覺 不是 你困些盲的人嗎 不是 我知道 可能他混那些年輕人 哇屌你老闆 你真的欺負殘疾人士 可能全部在警察學校那些年輕人 就是那些做天使去圍路 做天使 噢 就是為慰安 不是 不知道為慰什麼 不是 那些都 那部專門真是想不到 真是有了度 真是有了度 真是 真是 專門是 跟別人搞完事之後 屈人錢 不是 怎麼會有人覺得 他還好意思 問我錢 我想問一下 你給錢我都不用了 屌你 就是 還要問你拿錢去賠償 身心創傷 他兩夫婦公屋庫 他欺負人錢這件事 我也有另一件事 作為公屋庫護 他們有個私家車 他駕駛過後 那天好像是寶馬 X5 X5 X系那些 X系那些 如果新車價都好像60餅 不過可能舊 如果二手可能二手 如果三年二手 我估計是25餅 當然 看看行多少 當然 看看行多少 我當他買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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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手都要交稅 你二手交稅 那些 起碼加多皮幾兩皮 據問他經常在荃灣的麻祖館出入 於是 這張圖 大家看到他 就動門髒了 我不知道他自己撥還是怎樣 應該可能被撥 不過是有這樣的機會 他可能在麻祖館 騙過黑社會 錢被黑社會追溯過 不知道 或者跟別人搞完之後 不是很開心 不知道 這些人 背景這麼複雜 可以面對很多複雜的問題 所以真相又未明 我們就有待警方調查一下 身份證被人建立 我不說了 這些事情 這是案發言場 於是就拍到 剛才我說的單位 在各個地方的 楊督樓 四樓的某個單位 名字都覺得很叛國 名字都覺得很叛國 陳英美 有英有美 真糟糕 這裏要講講 我們先出來 我想有一點時間 要做一點示範 這個我就不找你做了 如果 如果有人 你見到 拿著刀 這些支拿人 想劈香港人的時候 有一個做法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做到 可能會保護到很多身邊的人 不過都要很小心做 OK 就是怎樣呢 如果一個人的盲點 肯定是 如果講時鐘的話 就是五點鐘方向 七點鐘方向 和配置一定看不到 那就麻煩 大家如果見到人拿刀 的時候 你繞個大圈 繞個大圈 放到五點鐘方向後面 然後你就 拿著他的三領 如果他有三領的話 拿著三領後面 拿著三領後面 要很快 向下向後扯 向他的下方和後方扯 正常人 如果你做得夠快的話 他一定會躺在這裏 一定會躺在這裏 你怕不夠力的時候 如果他很高大的話 再加多一點點 你踩下去 你的腳 踩下去他的膝蓋 後面的位置 一踩就沒有力 就軟了 就會跪在這裏 跪在這裏 加上向後訓 到時大家可以練習足球的十二碼技術 OK 這個可能會救到很多人 我不知道 但是風險大家治理 最好 如果大家有武術根底 對自己身體有信心 你才去做 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你才去做 都是那句 在家裏的朋友 不要亂模仿 這個動作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好 差不多 好 於是有一個周育成的專欄 我就沒有辦法說 可能在其他地方出 最後總結 就是 習近平最喜歡說這個中國夢 其實所有凡此種種的事情 都是 都是發冷的夢 都是一個惡夢 是習近平 你真是 你真是 要全世界的人 陪你去做這個惡夢 我告訴你 這裏這麼多的人 只要有一口氣在 都一定會 將你在夢裏 那邊 是打醒來的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交給 毓民和台長 尤其是昨天 前天 發生的種種的 拳頭都硬的 一些景象 他們就會和我們做一些 分析和評述 請大家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麻煩你 交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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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很重要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